与方面,2014国际田连钻石联赛上海战昨天拉开战幕,底户参加110米篮比赛的戴罗·罗布斯和大卫·奥利福,这几天都非常想念他们的老对手老朋友刘翔。 那么刘翔能够跟一众高手同台竞技吗? 17号,刘翔的教练孙海平透露说,刘翔最晚将在明年复出,现在已经是恢复专业的训练了。 刘翔的想法是要我也比较清楚,反正就是他还想试一些。 作为刘翔来讲,他如果通过再经过一个比较艰苦的康复以后,能出来以后,他能跑过20左右,那么绝对就有机会,到时候随属随随随,很难讲。 目前,每周一和周四,刘翔跟美国康复团队训练,其余四天跟着孙海平进行专项恢复训练。 6月份左右,刘翔将进行有强度的专项训练。 刘翔的教练孙海平明确地表示,不想急着让刘翔参加今年9月份的人川亚运会,大家的愿望最早明年就将实现。 他在身体方面确实非常好,应该讲明年付出的可能性比较大, 因为他毕竟他两次手术以后,他这个地方的伤害是比较严重的,所以说整个康复的过程时间要稍微长一点,让他巩固一点。 在这个技术上面,再慢慢慢慢进行大强度的专项训练。 在训练间隙,本次钻石大赛110米兰夺冠热门选手,大卫奥利福也告诉记者, 他很期待能早日和刘翔在赛场上一较高下。 I hope that he gets better, with the rehab stuff, and I hope to see him next year at Beijing for the world championships.